我们现在有八个人 在那边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在上面 可以现在等一会儿 现在有谁 可以看到你了 可以了 欢迎大家上线 我在替孙老师控制视频 你们看不见我 现在陆陆续续的 还有人上来 我看见仲宁上来了 易南上来了 快乐潘比丁正秀妍 李爱吗 田老师 还有一个华为P20 那一件 不知道是谁 那就是 那咱们就开始吧 三点钟 反正这个视频 在那个录制呢 后面还可以放到YouTube上回报 好多人等着看回报呢 我也吃了 请啊 孙老师你开始吧 好 大家下午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个美食的做法 听说的是颜水鸭 还有一个就是浪牛 我也不是什么会做饭的人 摸索了一下 然后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专闻一遇啊 大家看在介绍的过程中 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可以随时提出来 拿上来了 我能解答的 我想帮大家解答 因为时间的关系嘛 因为这个做鸭子也很费事 从胭脂啊 到这个呢 要经过三天左右 到四天左右的时间 很费时间 所以呢 就是只好把前面有一些过程呢 我只能讲一下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先讲颜水鸭的做法 颜水鸭呢是这样 大家只能去买冷冻的鸭子 那么当然这个 华人超市也有新鲜鸭子买 也可以去买 但是我觉得洋人 反正这个冷冻鸭子 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买回来之后呢 大家就需要先把它解冻 那么你可以放在这个 食物鸭下面解冻 或者也可以呢 拿到这个 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 让它慢慢地滑冻 这样可能滑出来 稍微滑一些 画了冻之后呢 大家就要把这个鸭子呢 首先先清洗一下 所以做颜水鸭的第一步呢 首先把鸭子画冻 放在弯冻一后呢 把它清洗干净之后呢 稍微晾晾干之后呢 我们就是要做腌制工作 腌制呢是这样 我们用什么盐呢 就是用盐和花椒 那盐呢大概是这样 一只像这样的一只鸭子的话呢 大概在100克到150克左右的盐 你买的这个鸭子有多重吗 这个鸭子 大概只有三磅以上吗 一般鸭子好像 洋人店的鸭子都有 三磅到四磅的鸭子 然后呢 这个盐呢大家可以用这个 我是有说用这个 用这个勺子来量 大概这样的 四分之一的这个卡布的勺子的话呢 大概什么一瓶尺子的盐的话呢 大概是在细盐啊 在七十几克 所以这样一只鸭子的话 大概这样的一勺半 就大概在100多克了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花椒呢 大家好像随便 你放上换个几十例在里面 你这个卡布上写的是什么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卡 然后呢 大家放在这个 拿一个炒锅 大家用这个铁炒锅 不要拿那个 那个 带那个什么 带那个黄黄的 那种 不粘锅来炒 你要把锅炒坏 就拿普通的铁锅 放上这时候来炒 用小火炒 炒到这个盐 把黄了 回黄了 然后呢 你闻到这个 花椒的味道也出来 之后呢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这个盐呢 稍微 冷一冷 但是也不能把它凉透了啊 注意 就是在趁热的时候 手比较能够下得了手的时候 就把它 抹到这个鸭子的表面 抹到这个鸭子的表面 就是一点一点放 你放一面之后呢 用手尽量把这个鸭子 把这个盐呢 抹到所有的这个鸭子的表面呢 就让它沾到盐 然后呢 在这个鸭子呢 这个后面不是开一个口吗 把那个盐呢 可以从这儿 抹起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口里面呢 大家可以把盐呢 放到里出去 放到这个口里面 只能用手在里面 也把它凉了 但是在这里面 大家用手在这里面 抹盐的时候 要注意啊 因为这个鸭子有些骨头 它有些 很容易划刀手 用力不好 可能会划刀手 所以你可以把盐放进去 稍微 脏心一点抹一下 然后呢 这个上面呢 表面呢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盐呢 每个地方都要把它 抹到 如果厚的地方呢 尽量多放点盐 如果脖的地方 反正比较低 就可以像这种 翅膀上 你少一点盐 都把它抹 抹好了之后呢 先把盆里面 放在哪里 因为你一些盐 放在这个里面 所以盆里还有些盐 在那盆里 去腌一会儿 然后呢 就给警方把它翻一翻 翻一翻 翻腌 在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 就找一个塑料袋 把它换到塑料袋里 然后再套一个袋子 把它缝起来之后呢 放到冰箱里 冷藏室里面 那么一般呢 都是腌一到两天 到三天 一到三天吧 你如果喜欢口味淡一点的话呢 你就少盐一点时间 就一天 多一点 口味那个的话呢 就盐个两天到三天 让这个盐呢 能够入味 这个一天是24个小时 24个小时 一天就是24个小时 不是一个过夜 过夜只有半天 然后呢 就是把这个鸭子呢 要煮之前呢 我们把它拿出来 把它先用清水 把这些花椒 上面这表面的花椒 和盐呢 就冲洗干净 然后把水分呢 滴掉 我这个鸭子呢 现在就是已经都 腌过了的了 腌制过了的鸭子 这个事 然后把水 我们把水控掉 就控干净 就行了 它去控水去了 然后呢 准备点什么呢 就是 准备这么一根葱 切几片生姜 把它灌在这个 肚子里面 就是腌完了鸭子 一定要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把它放在 我要把原来腌的那些盐 和花椒都留在上面 另外在洗鸭子 就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鸭肚子这些地方呢 平常会有一些 这些地方呢 会有一些大油 还有这个活动 这个地方呢 也会有一些油 油脂 大家呢 可以把这个油呢 尽量散掉它 不然的话这样子 放在上面的话呢 是主持鸭肚子 就太油了 可以拿剪刀剪掉 像这种脖子呢 如果不洗害皮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剪掉 就是吧 那么这个是鸭脖子 它有肚上在肚子里面 会带一根鸭脖子 也可以腌一腌之后呢 一块儿 给鸭子一块儿烧 然后呢 我们把水呢 就放在 一种里面的大锅 行 我给你拿过来 拿过来看一下 大锅 在大锅里面呢 放点水 放上水 然后把它先烧开 所以水放在水呢 大家要注意 就是你要能够 把这个鸭子放进去之后呢 那个水呢 要水面呢 要能够盖住这个鸭子 放在水 这样 所以你在这个清洗的过程中 你可以拿这个锅试一下 把这个鸭子放在里面 你接上水之后 看这个水超过鸭面了之后 你再把鸭子拿出来 看看这个水大概在什么位置 那么你要烧水以后呢 也是这样 也是把它放在这 那么现在我又把水 时间已经烧了 我们现在水开了呢 我们就准备下鸭子了 鸭子下锅 大家有没有问题 现在可以提问 我问一下 就是一定要水开了 再放鸭子吗 凉水 对 一定要压水 现在水开了 看到吗 然后在这个脖子嘛 反正就这么拽进去 脖子也是跟鸭子一起腌的 是吧 对 如果要做半只鸭子也可以 然后呢 就拽着这个鸭子腿呢 先这样 先放下去之后呢 稍微让它烫一下 再把它拎一下出来 拽着鸭子腿啊 不要拽鸭子 然后再拽了一下 放一下 大概这么烫个两到三下三下 然后呢 再把这个烫三下 鸭子放下去 然后把鸭子放到锅里 放下去之后呢 拿一把铲子 稍微把它铲一盘 然后水呢 能够摸过这个鸭子 我有时候煮的时候 会粘点 就是要注意 就是要放这个 尽量不让它不要粘点 稍微活动一下 刚开始一定要把它稍微 慢慢搅和搅 嗯 反正锅越大越好 好 然后呢 就把它盖上盖 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要在边上守着啊 看着 我呢 可以先稍微关小一点 不要开到残活了 刚才刘莉好像还没说完 是吧 我打断你了 说完了 说完了 我还想有趣 它为什么非要等水开的放 凉的水放不好吗 那这主持人鸭子就独老了 这样的话呢 就是等它火 等一会儿 你看着火 就要站在这儿 看着火呢 就是稍微快要开以后呢 火就要不断地变小 减小火 让那个水呢 刚刚好开 咕噜咕噜 稍微冒点泡这样的情况就行了 而不是像我们过去那样 咕噜咕噜 这样这样炖 这样炖呢 这个鸭子就独老了 哦 是吗 所以这个是要这个 哦 这个鸭子 你看它操作很简单 但是这个火候 就是它的一个关键 哦 这样就是等于是 慢火焖鸭子一样的 这样子 哦 就是开水下去以后 等它开锅了 就要慢火 就要变小火 所以火要慢慢慢慢 之间之间地把它关销 开始开始要涮三次 涮三次 所以防止它说 防止这个皮啊 有时候 哦 那个煮 煮破 哦 哦 这样倒离 谢谢啊 还真不错 孙老师 我还要煮鸡的时候 这个 要这个步骤 鸭子我发现 这个皮比较 比较坚实 很多也不是菜 这个 鸭子皮是一点 刚才还有谁 要问问题来着 孙老师 如果是摇火的话 它还要一个开的状态 是不是 就是像稍微的翻滚冒坡 一会给我们看一下 稍微冒一会 它这个是 为什么它叫保持小火 不是中 然后呢 一共要煮多时间呢 煮40分钟 但是呢 中间呢 我们现在是 一个面照上的一样状态吧 等会我们还要把它翻一个身 所以呢 咱们准备一个定时器 先定一个20分钟 然后呢 我把它打开放在那 嗯 等到了20分钟以后 我们把鸭子再拿出来 那个时候再做下一 那你20分钟是从鸭子放进去 就开始算了 放进去就算20分钟了 这个反正稍微长一点 短一点 没关系 刘理问 为什么要小火 是吧 中火不行吗 这个中火 你到时候 可能要不要围汤了 你要煮老母亲 就要慢慢会围汤了 是吗 就是它 它可能鸭子里面的 那个 你就你就体会不到 它那个鲜嫩的 那个味道 煮的时间长了 它就是里面 一堆老了 肉里的那些味 就跑掉了 哇 谢谢啊 今天真是学到了这个 不光学会煮咸水鸭 也学到这个知识 我和你说 我妈说的咸水鸭 比那个南京的桂花鸭都好吃 是吗 哇 我们真有幸啊 今天 就是说起码你自己在家里 能做到跟餐馆差不多的味道 就不再夸大海口 在自我炫耀 在煮的肉会 会出来一些沫子 就在快开的时候 大家可以开锅了 把那个盖子拿开来 有些白沫嘛 就是血水 要不要放点料酒 有的说也可以 你喜欢放点也行 不放也行 没关系 放料酒就是你要喝汤的时候 是不是要要 如果你跟汤 像我煮完了汤 我就扔了 我就 可以把鸭子的腥味去掉 可以把鸭子的腥味去掉 是吧 那就放一点 然后看看水快要开 这个呢 再火慢慢的再变 再关销 现在快要开了吗 嗯 快了 因为它出没了 你看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点 有些地方就开始要开始滚了 就快要开了 但是尽量它咱们还少开锅 因为开着锅的时候呢 它一开锅盖 它就会降温 就会那个 就是一直保持盖着锅盖 盖着锅盖 但是到了一净的时候 你就开始看一下 最好是个透明的锅盖子 这也可以吧 好 就让它在那慢慢煮 我们等会的 你把火已经关小了吗 火已经关小一点 然后呢 我们下面介绍一下 这个糯米油的做法 糯米油呢 我们要买藕的话呢 就是要买呢 一定要摆两边在这个 藕接的 就是说两边都关死了 这种藕 藕接啊 买回来 你不要买一般已经切掉了 你切到很大的孔的话 你下次灌了 你也没办法封了 就很讨厌 你还有没有那个完整的 这个藕啊 因为是我买的 我跟大家说啊 一开始我也没找着 什么叫我爸说的 两边都有藕接 在超市里呢 就是 它如果是用塑料袋 都给你装好了 就放在那个 它pack好的 它都切掉了 要买它们新鲜的 你看树过来看一看 你看 树过来看 它这边是 两边都不通的就说 对 而且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藕呢 里面也干净 就没有这边烂泥 这么东西 所以这个 我是在大统华 它们那个新鲜的卖藕的地方 它就有 又是新鲜的藕 而且它那个 就是两节三节都连着 所以它那个就很好 适合 然后大家洗的时候呢 可以拿这个钢区刷子 像在这个表皮上刷上 你可以把这个表面 那个皮也可以 藕皮就可以刷掉 在这个等会儿洗 就让大家在那个水池里洗了 就现在我这个表演 我就放了 搓上去洗了 可以 这样你可以把这个什么东西 这个都洗掉 洗干净了之后呢 那就要把这些藕结什么 这些地方都洗掉一点 因为有些地方呢 它是坑坑洼洼的 里面会有些泥巴上的 你拿刀子麻烦 在这些地方洗干净 但是一定要不要把这个边 这个孔禄都太大了 两边都切成这样 然后呢 在这个大头 这个藕的大头这个地方呢 朝后来一点 切一刀 这样的话呢 这藕的藕不就都露出来了吗 是吧 然后呢 把它再冲一冲 里面可能万一有烟 另外一头还是密闭的 这样塞进去的米不会露出来 现在这些大盐 你把它大冲在那地方呢 大水冲 再冲入里面 这关系的都怎么样 可以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目前是什么样的 就这样冲一冲 然后拿筷子呢 可以在里面冲一冲 嗯 要把房子里面那边 好 那么要灌米的话呢 我们这个米呢 不要不要泡 有的人说要泡 有的人说不泡 我是不是不主张好 因为不泡的话 就什么好吃呢 这个米本身没有涨开来 你灌点之后要好灌 米还比较小 然后呢 灌进去之后呢 也容易在那里面 然后呢 把这个适量的糯米呢 倒在盆里面 看一下 看一下现在这个压子 就是翻滚的时候 是什么样 刚刚有的时候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就这样 田老师你看 你看他这个 等一会儿可能还会稍微再滚 再滚 再滚 他旁边不是有那个 一点一点的在那儿冒泡吗 就保持这种翻滚的状态就可以了 对了 再比他大一点 对吧 他可以再什么再滚 就大概这样 挺好 好 刚才有一点米辣糯米呢 大概刨个两到三遍 好 我爸在淘糯米啊 糯米要洗一下 刚才有人在聊天里问 鸭子在哪儿买 鸭子在西人超市和中国人超市都有卖的 据说那个马上那个感恩节 就是10月9号这个weekend的前后 Fatino他们都会降价 我怎么没看见 Cosco前段时间一直有压 但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没了 没有了 一年 灌糯米 把这个糯米 里面稍微再连水 然后呢 就把这个糯米往上放 盆里的水 然后呢 有点水的话呢 可以用水冲一下 就把糯米就冲进去 然后呢 他准备一只筷子也可以 到时候把这个筷子呢 把这个糯米倒 一倒 关进去之后呢 都倒一下 这个就是糯米 什么还没放 对吧 就开始放糯米了 糯米什么也不要放 糯米就是糯米 就冲了两遍的糯米 也没有 也不需要放 但是刚才切下来这一块 大家不要丢掉 一定要跑 保存跑 这个盖上 这个当盖子 对 然后呢 把它放放水 再弄点水冲一下 你慢慢的装 我在说那个鸭子 前面有人说没听的头 鸭子都是冷冻的鸭子 我很少看到有卖新鸡的 也许华人超市 华人超市 但是无所谓 哪里的不好 就华人超市 华人超市的新鸡鸭子不一定好 就是那个冷冻鸭就很好 Bertino No Frio Costco 也卖过 其他的什么 Metro 我估计 Sobie都会有卖的 现在的No Frio 在Berlington No Frio 那个鸭子是 常年的是三块钱一磅 我不知道这个价钱 是个什么样的价钱 前一段时间 是两块钱一磅 大概一个月前 随着通货膨胀 涨到了三块钱 这是谁的音频在开着呢 讲英文的 对 这个砖糯米是个 比较细致的活 慢慢地上有点水 有时候可以在水龙底下 你开着水龙慢慢冲 它就能把它能冲进去 这是个好办法 对 在水龙头底下 那个什么 然后就是把它冲进去之后呢 你再拿那个筷子 把它捣一捣 一定要捣盐似的 米一定要全部都装到里面去 这样的话就是 每个孔里都有糯米 其实它好看一点 对 所以偶然大家一定要买的大一点 那个小偶有时候 那个切开的时候 那个孔很小 都没米就灌不进去 就很那个不好 大家有问题吗 还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都可以 趁着冠名的时候 咱们可以交流一下 没事老师 那个耳皮 耳的皮 可不可以爆掉 因为黑颜色不喜欢 你也可以爆掉 但是你用那个钢丝刷子 那个钢丝刷子洗的话 它自动就把那个皮就给爆掉 OK 我估计是你要爆的话呢 你不小心 你可能会爆到一个洞 边上不就露出来了 所以拿钢丝刷呢 因为藕皮本来就不厚吧 特别新鲜的藕 拿钢丝刷 而且这个藕是这样子的 你刷了 你爆掉皮 只会过一会儿 它就又灰了 一定要泡在水里面才行 它这是氧化 所以你 我想我这个藕 昨天洗过了 今天看着好像又是一层藕皮了 昨天是很白的了 但是一时间一长 它就会氧化 那可能它就没有 就和土豆一样 土豆也是这样 你切土豆也是这样 要泡到水里 对 土豆丝切完了 要泡到水里 不然会像生锈一样 对 它就是会长 对 对 养化 就是生活小窍门 哦 嗯 钢丝刷在哪里买的 钢丝刷 这个刀拉店里都有嘛 就是那个钢丝就行了 钢丝球也行 让我们看一下 我来 我来给你看 钢丝刷 放哪 在这呢 就这样 哦 洗锅底的那个 一块钱 谢谢 一块钱你可以买三个 买几个 谢谢 是 就是 都能买到 这怎么模糊了这个经历 那好了 是 所以我当时 我一个同学 就是说 糯米油是一个工夫菜 真的是挺花工夫的 就你看 大家在网上也可以去搜一下 有好多那个 灌烧的办法 也有什么 介绍一些办法 把米 淘一下 再晾干 晾干了以后 再拿纸围着 然后把米倒上 然后后后也可以下去 哦 就像那种斗一样 是吧 嗯 对 拿个纸这么一围嘛 不就像漏斗一样 然后米再倒上来 哦 也是一个办法 对 这个怎么 咱们又不吃那么多 对 没事了 可以锻炼一下 什么手眼协调啊 什么 灌灌糯米 在屋里 鸭子的时间 20分钟 没关系 我这就定了10分 定10分 对 定时器 就是呆呆自己的炉子上 也有定时器 有的 有的 炉子本身就在定时器 对 可以用炉子的定时器 也能定 这个 这个米里边 没有什么调料 什么的 就是 不要放调料 有的说 你如果很喜欢吃甜的话呢 你可以放点白糖 但是他们说 放了白糖以后 这个米本身有点黏糊的 就不大好换 哦 这倒也是 就是白米 就是白的糯米 就直接白的糯米 这些糯米 炒一下 然后就把它 稍微晾一下 不晾也行 就放在水里面 就灌一下 我就这么直接就灌了 就忘了 在这个呢 大家买了以后呢 你再用筷子锁一锁 它不下去 那就 那就表示是满了 嗯 你这偶像有多少个洞啊 洞挺多的 欧洲这样 他们有说有六 七孔 九孔 我们这儿 好像加拿大买到的 我基本上 我看了看 都是九个孔 九个孔 嗯 九孔 他们说是 生吃好吃 哦 七孔 我呢 说是比较 比较粉 可能是不是 做糯米油会好一点 但我就不知道 他们在这儿 没办法 你再上哪 去找七孔 找不着怎么办呢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盖 盖上面呢 也把这个洞里面呢 也放点 放点糯米 啊 盖子上也有个小洞嘛 然后舔一下 然后舔一下 舔一下之后呢 就这个反正不所谓 啊 然后完了之后呢 就把这个盖呢 你先看好这个位置 要跟它原来的形状 给对上 对上 要找个什么绳 把它拔一下 没有 不用绳 大家要准个牙签 哦 牙签 这是好办法 嗯 牙签在哪里 哦 就这样呢 嗯 牙签 拿来之后呢 这个牙签呢 就这样 拿着牙签呢 就是要斜着插进去 因为你直着插的话 可能会到时候会退出来 这样斜着插呢 它就插得比较近一点 哦 是 看抽进去这么费劲 那就是扎住了 嗯 就反正这个牙签 这么一点 对 多插一点 就这样斜着插进去 就好像把它给封住了 就是封口了 这就是 封口 不加糖吗 里面 不加糖 不加糖 煮的时候加点糖 哦 煮的汤里面加 煮的汤里面加 那挺好的 那也就是说 里面其实都是它的 糯米 原味就是 这样就不会特别甜 就是你不要这样 直着插进去 直着插进去 因为糯米一胀了 它就会把这个盖往上顶了 你这样斜着插呢 可能它那个有点劲呢 就是不大容易那个 它不会上下开 嗯 插了四根了 五根了 别把自己手给插了 这个也是个当心的 差不多了 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呢 就这样 这个藕就灌好了 那么这个剩下这些糯米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边上 找个小碗 平着 然后你煮完糯米之后呢 你们的糯米 剩下这些水汤呢 你可以把这糯米放在里面 煮煮煮 像糯米其蛋一样 那些挺好吃的 有甜的 嗯 那么下面呢 就是把它放在锅里面 去煮了就 煮的时候呢 是这样 水呢 稍微 一定要没过它了 肯定是吧 另外呢 你水稍微多一点 然后呢 放一些红糖在里面 你如果很喜欢吃甜的话呢 你再放一点冰糖在里面 然后呢 就去煮 开火了 先大火烧开 烧开了以后呢 再关成小火 慢慢地这样 喂喂喂 大概喂个三个到四个小时 才能这个藕才能烂 水没过 嗯 水一定要没过 水要多一点 然后呢 火开了以后呢 一定要关小火 用小火慢慢地喂 也是跟鸭子一样 变成小火 但是那个火 可以比鸭子干啪一样 稍微啊 嗯 嗯 然后煮它 三到四个小时 嗯 嗯 怎么判断它已经好了 好了 也三到四个小时 差不多了 然后呢 你可以 如果像那个入味的话呢 在锅里面 还可以再泡一晚上 第二天 凉了以后 可以拿出来 然后呢 就可以切 嗯 切了吃 啊 邓老师 嗯 可以 可以用高压锅啊 也可以 用高压锅 网上也有介绍 用高压锅的 用高压锅呢 他说是这样 你给火开了以后 盖上盖子之后呢 门 盖火 外盖 就是高压 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 我就说四十分钟就够了 我这个没有试过 嗯 OK 谢谢 所以高压锅可以用它试 因为煮四个小时时间太长了 我还一条段去看了 不要看 关了小火 就慢慢在那位置里心 很小的火 基本上咱们就这个火 这个电路呢 就做了这个 差不多到mini mini稍微大一点就行了 最小的火 OK 那个Saber 它叫mini mini 就是中间那个火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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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电饭包也可以煮了 电饭包 是不是也可以 我就不知道了 要看你的电饭包有够大不够大了 应该有大的电饭包 那我回去试试 电饭包会跳 跳上去就麻烦了 还不是最后就是要小火 但是有的电饭包 现在新出的电饭包 有的可以煮汤 有的可以什么东西 你可以用它煮汤煮鸡饭 有的可以用它煮汤的功能 嗯 可以大家可以做的 嗯 好 谢谢了 好 谢谢 那么这个嘛 就我就不介绍怎么煮了 反正这个很简单的 这个也没什么 就煮煮那个 那么煮好了以后 等会儿我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因为昨天已经做了一些了 做了一些糯米油 嗯 现在我看多少时间了 嗯 还有一分多钟就到20分钟了 我们可以来看看 看看鸭子要翻身了 鸭子要翻身了 好 你看看静静啊 这个藕杂 MILL 和那一分就这样 你看看这个鸭子 ú 先准备一个大点盆子,或者一个锅也行。 这个不是煮完了吧? 这个就是要准备翻出来,把它拿出来。 就是刚刚过半场。 然后准备一个大筷子,一个十。 准备一个大筷子。 这个长一点的筷子。 筷子怎么重呢,筷子那会儿要挫在那个鸭翅膀里面, 这个筷子慢慢把它调起来。 对。 确实这个挺难,挺难弄的。 要把这么大一只鸭子一只鸡要从锅里捞出来,还很烫了, 特别小心。 大家要当心就要烫了。 你看看现在就这样的火了。 就是说是这样子的火,比较好。 没有那种很大的那种滚,就是小泡泡在滚。 里面的沫都在捞,捞掉一点。 好,然后我们现在就拍拍了。 把这个鸭子捞出来。 拿两个筷子先找到它翅膀的地方。 你操作吧,你不用管我。 好,好响了。 那一下,那一下就来。 我讨厌。 是啊,就是。 好。 那现在是插到两个翅膀的下面啊。 给你扶着锅吧。 这个孩子真的要安全操作。 所以如果锅大一点会好一点。 这个鸭子有点大。 对。 锅有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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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煮了以后脏了。 对。 所以有时候你要愿意煮半只鸭子那也可以。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鸭子中间切开了之后。 也可以。 味道会不会有所适的什么。 我妈说没事。 以后就可以半只嘛。 半只做盐水鸭。 半只做那个谁。 詹书方以前介绍的烤鸭。 然后把它拿出。 放到边上盆里去。 这个就是没有没有扎进去。 放到边上盆里。 然后呢,再把这个火呢。 我们再开大量。 然后这个这个汤呢。 让它再开一下。 再煮开。 嗯。 再煮开之后呢。 我们再关销火把它放进去。 嗯。 然后再煮20分钟。 嗯。 OK。 这个翻身的。 为什么要翻个身。 它就要是用一种像。 在下面煮什么。 翻个身的就在上面放个水里面。 受热可以均匀。 对。 上下煮出来是一样的。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现在可以压身了。 再放进去。 现在把这个汤又。 刚才不是关了那个火了吗? 现在把它开大火了。 它又开始滚了嘛。 滚了以后就可以把那个鸭子。 你一定要记得你捞出来的时候是哪边朝上啊。 然后放回去的时候。 别费了半件工夫放回去的还是同一边。 嗯。 你要当心。 对。 是的。 有条件的话也可能也带个手套。 手套。 手套。 手套可能会操作不是很。 不是很那个。 估计我爸可能是因为我在拍照。 他有点紧张。 他已经做过的应该有上半只鸭子了。 没有。 啊。 吃了很多。 行。 现在把鸭子又放回去。 要还是拿这个铲子。 往这清一清。 要水一清,要能摸过。 对。 盖住。 可以再加一点。 可以加了。 现在换去不能加了。 好。 现在进入下半朝。 啊。 在二十分钟。 对。 设个是个timers。 就是大家做饭的时候。 就是这个timers是个很好的工具。 因为有时候你又经常会一打叉。 你出去办个什么事就忘了。 然后那个炉子上的锅还在那煮着。 你原来以为你记得住。 但是我就经常会这样。 然后这个鸭子就好了以后呢。 可以这样。 一个呢可以。 大家如果有冰的话呢。 可以拿上去冰一下也行。 或者你把它拿出来捞出来。 放在盆子里面。 冷却也行。 自然冷却也行。 也可以把它用所有锅膜。 包一下。 然后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 让它冷却。 那要等。 就一定要冷了以后。 对啊。 哦不是。 你放冰箱追醒。 要等到鸭子。 稍微凉一点。 凉到室温以后再包起来。 然后呢。 下面呢。 我们就来演示一下这个鸭子怎么切。 和那个胡椒怎么切。 好吧。 我演示一下吃给你们看。 我演示一下。 吃给你们看。 我演示。 这个切得好看嘛。 就切得好看嘛。 好。 你就放。 我演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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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您很好看。 这个放在。 这个什么。 最好不带。 我建议不要戴手套。 因为戴手套滑呀。 弄不好说。 操。 你往下一切。 但是套呢。 最好不快就快也好。 把整只鸭子呢。 我先把它搅拌。 先把它对半捧开来。 先这样对半。 从这个面上面 从这个面上面对半切下去。 在南京就是这样了,这边有脊椎骨就叫硬边,没有脊椎骨它叫软边 买鸭子的时候才能讲过,你要硬边要软边,就是这个讲究 这是做好一只鸭子再切 对,做好了以后,我们先把这个,在南京买这个盐水鸭子,你的翅膀事先就已经切掉了 我们这个翅膀还在上面,所以先要把这个翅膀先把它切下来 把这个翅膀就沿着翅膀根往下切 嗯,沿着这个根 把翅膀就切下来了,往一边去 然后呢这样,现在呢,把鸭子那碰碰碰在中间这个地方呢 这个好切,没有什么骨头好切 在南京买鸭子嘛,就是人家都问你,买半只,买四分之一 那这个都切好了四分之一 就是,这个叫鸭腿后腿,这个叫淺朴 这样子,就放那儿就行了,举起来我这儿能出镜头了 好,那我们先来切这个鸭腿 切这个,那我现在这个后腿换来就把这个地方,像这个后腿这个地方 就是看好它的那个鸭子的骨骼的,对 对,你看它你就要一切一掰就行了,不用拿那个刀在那儿拼命的剁呀剁呀剁呀剁的 这样把刀刃也有损失 那我们煮完的鸭子里面这个是粉红色的有点,但是是熟了 这样就可以切开来了,这个是半只,镜头歪了,鸭子一定要现吃的时候再切,就是我的经验 你要是一下吃不了的话,比如你煮了一个鸭子,你就切个半只,另外半只裹好以后放冰箱里别再切了 不然的话,它那个肉也会在空气里会氧化,变色了,再吃 最好是,这个就是后面,鸭子后面那个后屁股呢,它是个,实际上这个后屁股这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皮脂线 它那个线皮呢,那个是比较,对人体是有害的,所以在这儿卖鸭子,它把那个线皮都已经拿掉了 你也可以再把那个鸭子的后面呢,再切掉一块也可以 就把这个这个就等于后面这块把它切掉不要也行 然后这样呢,就把它分成这样一块就可以一点一点就切了 应该是,你这麦鸭子就是这样一刀一刀就这样下去了 我这个刀是掌握不好,所以就不敢这样切 也是没事没事没事 不要太腿,学一下把手指头就切回去 反正就要筷,刀筷 那可不好吃手指头 刀,刀还是关键 就像切那个寿司一样 所以呢,这个切也 就是切整齐一点,那么马在那系里 有的人做完了切完了好像堆在一起还像是一只银 我有切了 我现在看他也做盐水一样 应该是一包这样沾一下 对 是 差不多就行了 就这样切 那么如果是给洋人吃的话 因为洋人比较讨厌苦涂了是吧 所以咱们可以把这个前面 抠着一块大肉嘛 你可以把这一块地方呢 可以把它炫下来 你的鸭子还给洋人吃过 那个时候给洋人一块搞活动做 你们楼里面的活动是吧 可以把这块这个肉呢 可以把它挤下来 对 拿着手扒下来就行 就把这个鸭子里面那个就是胸腔的有一长块骨头 你都可以把它直接拿下来 就光剩下肉 然后那肉也好切 就不用剁了 不用粘了 就切切就行 然后谁爱啃骨头 谁就拿一大块骨头去啃就行 然后呢这样的话这个呢就可以 对这个切的就很好看 对 单手套其实有的时候操作不是很顺手 其实我觉得把手事先做菜之前 都好好的肥皂洗干净也可以 不用就老戴着手套 嗯 切的好的吗 应该还是一片一片的还是在那个地方 你切的很好了 嗯 我拿一块吧 来了 那 哦不要 开玩笑的 这剩下的骨头就很干嘛 干嘛 对 你应该放在那个盘子的最底下 就像人家超市里卖这些蔬菜一样 把骨头都放在下面 好看的都放在上面 大家有问题吧 关于这个 这个鸭子应该就做完了 都学会了 敢没想到孙老师真能干啊 哈哈哈 因为这个鸭子就这样就切完了 就装到盘 到时候吃就可以 可以上桌吃了啊 切的也不好 乱七八糟 那学得相当好了 哎呦 去琢磨的诱人 我女儿昨晚已经抢先的 沾了半只 沾了四分之一 不走了 这个南京人盐水鸭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 永远都是 高牌 对的 你也不知道有吃了 对 对 下面来看一下我们的糯米哦 啊 还有 正好 还有十五分钟 一个板药我给你洗一洗吗 我洗一会儿吧 哦 这些菜都很简单 其实 拖起来都很简单 但是都很好吃 掌握好那个 坐垫坐着 拿一块出来 嗯 这煮完了就是这个颜色 嗯 换一把刀 这个好切了 这个藕好切了 应该煮烂了就 这也是做好了的 事先做好的 对 这事先 因为他要煮三个小时呢 要煮三个小时 这也没办法 那时间呢 我们先要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 做好的一份 先要把这个牙签 就要拔掉啊 大家要记住啊 一定要把牙签拔干净 因为你不然把这块 切到那个里面 其实会割到牙 咱们老年人的牙肚太好 割一下的话 牙会很痛的 对就是 我们要把它弄干净 检查一下 没有了吗 看看打开 我们看看这个面里是什么样 然后这里面 就全是有那个了 哦 好 这个就切成大概 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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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洞好像有点空了 是 它有些空的 这个上面 我切的小了 哦 这个米呢 灌不进来 所以里面就觉得 有些空就是空的 盖子切的太小了 盖子 所以稍微要往里切一点 就切的大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那个 这个洞就是靠两头的就越来越小 嗯 那个所以一定要 往中间切一点 嗯 好 这个是这个是尾巴的 尾巴 去对 切完了 哦 切完了可以 切完了以后呢 然后你浇上什么 放点蜂蜜 蜂蜜不能放到汤里去煮 蜂蜜放到汤里煮它的营养 它的那种 就是像是那个抗生素的作用 就全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蜂蜜就是完了以后 然后呢大家可以到那个华人超市里面 又是有卖那个糖桂花 你可以买点糖桂花来浇在上面 还有点桂花就变成桂花都没有了 自己的口味 这就很简单了 这里面你看只有 或者呢可以加拿大 还可以弄点红糖浆 红糖浆 红糖浆在晚上就行 好 根据自己口味吧 想多吃甜一点的就多一点 这样吧就这两个菜就做好了 就是煮的时间要稍微那个 一个是盐水鸭嘛 是腌制的时间长一点 会话 糯米我妈就主要煮的时间要长一点 两个菜主要是非煮的时间 请 好大家看看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快 五分钟 那个宋老师你腌鸭子的时候 腌的时候要放到冰箱吗 还是放外面 放冰箱的冷藏室里面 你把它用个塑料口袋 装到塑料口袋里 OK 放在塑料口袋里 然后把它口放稍微 扎一下这个 放在冷藏室里就行了 也是24小时是吗 不 那个要这样一般的 要腌到一天半到两天的样子 你如果喜欢淡一点的口袋的话 你可以一天大概就差不多了 但是一般的话 要入着味的话呢 可能要两天左右 好 谢谢 陈老师我有个问题 你好 你说煮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那个鸭子 再洗一下饭去煮是吧 对呀 煮之前 你要把鸭完了以后 在煮之前 一定要洗 把那些花椒啊 什么都洗掉 如果不洗呢 不洗能行吗 哎呀 不洗嘛 应该有可以吧 不所谓 但是可能会不会太咸 不知道 不洗太咸 对对对 太棒了 你这个我看的都已经口水了 下次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家摆鸭宴的时候 对对对 你们就可以 饱口服了 嗯 就等着吃吧 嗯 好了可以上桌了 那么煮 老师那个煮 熬的那个水 就不要了 啊 煮这个水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 晚上不然剩一些糯米嘛 有时候糯米用不完嘛 你把糯米放啊 再稍微放点大米也行 然后你把它煮煮煮 煮熄饭喝 蛮好喝的 嗯 糖熄饭 而且你就直接喝那个汤也行啊 你刚才煮 哦 这个话的话 反正还是因为 是因为药材啊 那个汤你喝了 没有什么坏处 但是没有好吃 还有一个 呃 孙老师 你这个糯米藕里面 煮的时候 呃 放糖放多少一般 啊 这个嘛 你看吧 我又说不上 你放多少呀 红糖多放一点 因为它起来要做点颜色嘛 嗯 放个大概 你看你藕具多少 另外看你水具多少吧 哦 你煮的这三个藕 我煮了四个藕 三 四个藕 四个藕 哦 四个藕 大概放了二两 二两 二两红糖 对 就是六十克 然后呢 你还可以再稍微放几点 放几颗冰糖在里面 冰糖 就放完糖 嗯 哎 为什么要红糖 还要再加冰糖 这是什么道理 冰糖的人家 有点甜味啊 味道 冰糖的甜味比较重啊 比红糖的甜味 比较重一点 哦 因为我是尽量不想多放糖 但是又想 又想吃那个 那个 那你可以 你少放点糖也行 这个没关系 你不放糖到最后吃的时候 你 你 掉点蜂蜜 是因为肯定有些糖尿病 是吧 或者什么的话 对对对 冰糖的话呢 你就尽量少放点糖 嗯 好 谢谢 嗯 谢谢 好吧 非常感谢孙老师 你的分析 讲得太仔细了 对 现在就等着自己去实践 太棒了 谢谢 干什么问题 另外我写了两个箱子介绍 到时候 我会发到群里面去给大家 哦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好了 有什么问题 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提出来 好 那这个鸭子一会好了 拿出来让它自然放凉就好了 是吧 当然放凉就好了 如果想召集吃 就把它放到冷冻里面 干个净 你不要放冷冻 你召集吃的话 你准备点冰水 冰块 凉水 然后呢 你把它放一个大的锅子里面 放上冰块 然后把鸭子熬出来 就放到那里面去 哦 那不用 就像做白斩机一样 做白斩机也是这样 他说这样就放在那个皮 比较脆 哦 所以你可以这样 可以放到那里面去冰一下 冰一下之后呢 再过一会儿就把它捞出来 稍微量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哦 这样的 嗯 哎 孙红 你在大桶华买这个藕 是哪家大桶华 西萨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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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要去那个新鲜的柜台 我一开始在他那个 和别的菜放在一起 就包装好的 找了半天 就没有我爸说的这个 两头都要塞住的 你不要什么 人家摄到盒子里面 他会把两头都给你切掉 对 对对 就是找到那个 他放在一个 就全都把藕都放在一起 还有水 那个里面 还有点水 都都在一块 哎 如果 如果孙老师 如果不着急吃的话 是自然放凉就很好了 是吧 哎 可以 鸭子是吧 对鸭子 鸭子 就是这样 自然放凉就行 哦 就是放在冰水里面 是为了想尽快吃了 他也是这个 他也是使得那个 放在冰水里面 他们说这样搭一搭的时候呢 会是那个皮儿 比较脆 哦 做白斩鸡 他们是有这道工序 就是一定要放在冰水里冰一下 冰一下之后呢 那个皮儿挺脆的 这个白斩鸡啊 实际上白斩鸡 就是这个 也是一样一样的做法 大家可以做也可以试试看 但是就是不需要腌了 你直接就把鸭子 那个鸡啊 洋人店的那个鸡 买回来 你直接就这么煮 就像煮鸭子这样 就是二十分钟 煮一下 然后再把它翻到身了 再煮二十分钟就可以 然后拿出来你凉水冰一下 然后就可以切了 切了之后 做那个调料 主要是要 嗯 上海人家吃饭的是这样 就切这个 切生姜 把生姜切生末 然后放点糖 放点酱油 放点麻油 嗯 放点麻油 然后就蘸着吃就可以了 广东人的时候 好像是拿那个洋葱 白米洋葱切切切的很碎 然后呢 浇点油在上面 像书方上次讲过 他就是广式的 广式白斩鸡 然后蘸的也是 也很好吃 各有各的口味 对 哎呀 喜欢每种 今天做的这两道菜 都是我最喜欢的 对 好吃 团死了 流利 自己来拿吧 快快 谁先过来 谁就先到现在 这儿有一只半鸭子 我妈妈肯定吃不了 好 现在就到这儿 行啊 好 谢谢 曾老师太精彩了 啊 太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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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